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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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酒店非常有历史 在当年曾经是英国的王室 他们很喜欢到美国很温暖的圣地亚哥来度假 像是很有名的英国的温莎公爵 他就是来到这个大酒店以后 爱上了在加州的一个离婚的妇女 结果呢 虽然他是贵为王族 但是因为爱情的关系 所以他决定了放弃王位 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这个典故 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了 后来他也跟这个女孩 他喜欢的这个女孩结婚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关于这个酒店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 Somewhere in Time 似曾相似 可能年轻一点的观众 你们可能有听过这个片名 但一定要去看哦 为什么呢 提到这个电影 大家都会提到这个酒店 为什么一个这个酒店呢 是一个悲伤浪漫爱情故事发生的地方 这个电影呢 是由美国一个很漂亮的女明星 叫做曾希摩尔 那个歌也很好听 所以大家待会在看完影片后 可以去搜寻一下 Somewhere in Time 似曾相似 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 非常好看 看完以后一定会让你流眼泪的 这个饭店的电灯泡是爱迪生 自己亲手装上去的哦 到现在呢 这个大饭店 五星期的大饭店 是全世界可以说是最暗的 大厅最暗的大饭店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就是喜欢古董 他们就是要把当年的一种 暗暗的感觉 把它保留下来 所以说呢 大家等一下进来的时候 都要点蜡烛 要把手电灯光打开 为什么呢 还要带着手电筒哦 对 你会中到别人哦 还会踩到别人的脚哦 那就不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是在科罗拉多大饭店旁边的 这家Sundays冰淇淋店 就这样子一个scoop的 巧克力冰淇淋 6.5美金 其实比起 普通的冰淇淋来说 它一点都不便宜 但是呢 味道是真的 真的太棒了 大家有空 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哦 我们现在来到了 圣地雅各的 Old Town老城区 对 Old Town呢 也是现在整一个 大圣地雅各的一个发源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儿呢 有很多墨西哥风格的一些 比如说小店 还有一些city tour 那么还有就是 非常就是步行街 大家可以就是逛逛 买一些小饰品啊 这样子的 对 大家都知道 圣地雅各离墨西哥 是非常的近 大家其实墨西哥一过来呢 就会在圣地雅各这一区 所以这边的墨西哥风味 是非常浓厚的 然后在这个步行街的这一块呢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有那个 Face City Tour 就是可以坐在它的巴士上面呢 可以直接带你浏览 这一个Old Town这个区域 然后它有很多小店啊 你也可以看到 很多表演者正在表演 不仅具备了墨西哥的特色 也是非常具有活力 可以适合就是全家一起 或者说是情侣之间 朋友之间进行一个 hand out的一个好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个Old Town这边呢 它真的很有墨西哥风味 你可以听到它的背景音乐 那个喇叭店家放出来的 你要听 要这样跳 都是墨西哥的那个 很热情的音乐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 有很多风铃类的东西 还有很多那种木雕的东西 木颗的东西 在这边都都非常的多 对对对 而且颜色都很鲜艳 对对对 刚才也不仅仅是墨西哥风格 有刚才我也看到了 就是比如说泰国 或者说我们中国西藏的一些 精致的手工艺品 大家也可以到时候来 一睹风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这个风就蛮大的 你看我们头发已经这样乱糟糟的了 就是知道这边的风很适合放风筝 所以他们有专门卖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风筝 所以这真蛮特别的 那说到去放风筝 我给你介绍一个短语呗 你知道有一个短语叫做 Go fly a kite吗 这个意义 听起来呢这是我们去放风筝吧 但其实呢这个在美国的礼遇里面就是 让你不受欢迎让你请走 叫人家滚蛋的意思 对对对对 哈哈哈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是Balboa Park 这个名字是非常难念的 Balboa是珍珠奶茶 是Balboa Park 就是非常看起来简单 但是又非常难念的名字 那这个park呢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有16家的博物馆 哇 这么多 对 那16家博物馆呢 有什么人体解剖的博物馆 还有火车博物馆 以及我们看到后面的这种 航空博物馆 对对对对 这样子这么多的馆呢 其实对于游客来讲 如果一天逛完是 不仅是非常累 而且是肯定不可能 不现实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挑 比如说两到三个 你自己喜欢的馆 把它认认真真的旅游一下 那刚才我们觉得 就是好像比较有趣的 就是那个雕塑馆 还是比较有趣 里面那些作品 它说人体解剖 是拿真的人体解剖 所以不是那种石膏假的 做出来的 所以是你进去 我觉得要先有心理准备 对对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公园 除了这些博物馆之外 我们刚刚其实在它的公园外面 户外草坪那边看到很多艺术家 他们做了自己很多的画啊 或是那个磁雕啊 他们都直接在现场呢 就有标价在拍卖 对对对 而且它这个英文名也非常有趣 就有一个就是店铺 它就写出来叫Organic Art 有机的艺术 好像现在什么东西 套上一个Organic 就是好像价值连城 价值身价被涨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像画呀 如果你有Organic的那种painting 把它画上去的话 这放在家里 就不会有空气上面的污染 不会吸到毒气 好我们今天圣地牙哥的一日游呢 带大家逛了四个景点 都非常的有趣 对对对对对 那可以说是 就是我们体力上也是非常的疲惫了 但是呢 我就刚才看了一下 我的微信部署 已经走了一万步了 可以说是不知不觉之中 这样子的话 就是天 就是这个美景跟人 就是天人合一这种感觉 特别特别棒 真的是对 对但是我现在走 其实脚有点痛 所以呢 对那有一个建议是 它的每个景点都有那个 对对对 可以骑 所以呢 如果不想走那么多路 想要多逛一些地方的话 就可以骑Scooter 对对对 但是前提就是你自己要把握住平衡 不要摔了 对好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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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